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又傳出了警察涉嫌知意法犯法的消息 昨晚的11點半 屯門警區特別職務隊採取了打擊非法賭博的行動 突擊搜查屯門行威工業中心一個單位 倒破了一個懷疑非法賭檔 並且以涉嫌非法罪賭拘捕了36人 當時裏面有人打麻將、打排狗和玩翻攤 調查期間警察發現其中兩名被捕男子是休班警員 其中一名警員是52歲 駐守屯門警區巡邏小隊 加入警隊已經二十多年 據知平日都是號賭成勝欠債累累 另一名警員是33歲 駐守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 加入警隊四年 警察說 行動中拘捕了28名男子和8名女子 年齡介乎15至55歲 所有被捕人士已經保釋後查 需要在6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當中兩名被捕人士是休班警員 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 已經被停職 據了解 被捕人士可能也觸犯了禁聚令 警察正在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這件事反映得出 根本上是上糧不正下糧歪 整班冷坦一尾吹嘘自己 嚴正執法 忠誠勇毅 是法治的捍衛者 實際上是知法犯法 根本上是說一套做一套 離譜大譜 當時是不是澳門的關口封了 所以整班人說 賭引成勝 就要走去非法賭檔那處聚賭 自己都不遵守法律 學什麼人去執法才行 今天旁晚的時份 有網民說要發起在屯門市廣場那處 進行和你唱的活動 本來參與的人數不是很多 只是唱歌而已 好了 整班持槍的防暴警察 闖入屯門市廣場裏 周圍架設封鎖線 警察所到之處 所有商鋪馬上就落閘了 而且警察還佔用商場的廣播系統 警告商場裏的市民違反了限聚令 要求在場的市民馬上離開 否則就會被票控 你們這些警察又是使用這個限聚令的惡法 走去糟蹋市民 這條絕對是一條惡法 如果你說市民聚集起來的時候 會有傳播的風險 為什麼市民行商場 就不會有傳播風險 但是市民聚起來唱歌 就有傳播風險 這條擺明就是惡法 難道那些人行商場就沒事的 唱歌就有事的 唱歌一樣是戴著口罩來唱 不是說脫了口罩的口水花周圍噴的 你到底是甚麼執法標準呢 這條是甚麼法例呢 而且當初你自己都說得明白 是沒有這個科學根據的了 只是說參考外國什麼二致四人 所以就定了在四人那裡 人家外國定這個限聚令的同時 也是要求所有的僱員在家工作 是不用上班都有糧出的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你完全是違反了人家限聚令的原意 人家的限聚令是有償代價的 你現在這個完全是叫市民繼續上班 但是又要剝奪人家的自由 離譜這些根本就是侵害人身自由 而且你的限聚令 就說兩天之後就放寬了 由四個人變成八個人 就更加突顯得出 你這條惡法 根本上擺明是針對著那些 要出來示威遊行集會的市民 喂 你那個四人去到八人 到底有甚麼科學基礎呢 你怎麼說 怎麼定 外國從來沒有一個先例限聚令 限到八個人的 老實說 在疫症爆發初期的時候 有些感染群組只有差不多的人數 那你豈不是感染的風險很大 為甚麼你不禁止它 為甚麼你要放寬做八個人 根本上你這條法例就不是為了防控工作而切 就是為了走去剝奪人民的自由而切的惡法 不用再控制人了 好了 現在你新的限聚令就說去到六月七號 我真是想問 平時支聯會逢親六月四號要在維園那裡搞六四集會 今年是不是不准搞呢 是不是不能搞呢 哇 因為你這條惡法 引用了第五百九十九章 就可以制定這些規則出來 連六四集會都可以取消 喂 你六四集會取消 就是說到時候由八個人又限到十六人都可以 是不是 又可以再延伸一個月 你想玩到何時呢 這些法例是 沒有事沒有幹的 你就麻煩取消了它 根本上由頭到尾這個疫情打得贏 就不是靠你特區政府 而是靠市民的自律性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市民出街記得會戴口罩 會戴眼鏡 會洗手 是不是啊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限什麼罪呢 天天那麼多人上下班 天天那麼多人通勤 坐火車 地鐵 坐巴士 不見有人出市 你們神經病呀 還搞限聚令的惡法 今次又衝進去商場那裡 根本上你們警察就搞攬炒 中聯辦說這個黃色經濟圈是政治攬炒 建制派就說泛民要搞攬炒 你們警察根本上走路有個商場那裡 人人都落閘 好像見鬼一樣 你就真的搞攬炒了 為什麼這些聲音都不出呢 不是說要扶拔這個零售業 不是說要扶拔這個飲食業的嗎 為什麼你就衝進去 人家整晚不用做生意了 到底誰才在商場裡面搞攬炒呢 出來說句公道說話 我不相信那些商戶會看到有幾十人在中庭唱歌 就落閘 這麼笨 他唱就說他唱 唱飽他 你為什麼要衝進去那裡搗亂 離譜的完全在那裡引用惡法來鉗制市民的自由 還有林鄭也是 這個行政效率就低落到極點了 甚至比非洲國家 甚至比清朝 一月二月的時候 當疫症大爆發 你又說買不到口罩又哩又怒 說到鬼咬地出來了 要那些市民又說要體諒這樣那樣 喂 現在你又說要去派那些垃圾 什麼可蟲洗口罩 你派什麼啊 是不是啊 疫情都差不多完啦 麻煩你截演啦 還有 你為什麼搞這個登記系統可以搞得這麼快 登記派錢的系統可以搞不久 尤其是上次派四千元的時候 說搞這個系統要搞一年 根本上全部都是找笨實告訴你 喂 根本上你派沒有價值的東西 就可以派那麼快的 派那些有真正價值的錢 那些現金 你就可以派那麼久 到底你有心派還是沒有心派呢 到底你是不是一定要拖到這個立法會選舉 之前的一個禮拜才落到這個袋子呢 喂 你整班傢伙在做什麼 什麼行政效率啊 九七之前 香港的公務員團隊 是以高行政效率來著稱的 街市什麼架都被你林鄭吊了是不是 派錢都派得壞過人 喂 澳門提前派錢又落了袋子 還有消費券 什麼時候輪到香港啊請問 你派個死人口罩給我們的市民有鬼用嗎 美聲已經去到發你的溫 派口罩每人截演給多五個水好過 整班麻煩廢柴 這個陳茂波司長最離譜又要多說一次 叫市民出來消費 消什麼費啊 錢都沒到 真是離譜了 好啊 接著再說下去 這些死人鄧炳強PK等 今天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時候 又再大放缺詞了 就說前陣子拘捕了一名傳媒大亨 和有權有勢的人士之後 他針對警隊的行為就變本加厲了 很明顯就是在說肥佬麗 就說目的是要害怕警隊 不讓警隊執法 他就說自己不怕暴徒 或者本土的恐怖分子去動他 他說警隊所有同事都會竭盡所能 無畏無懼地守護香港 不怕暴徒 只要他還有一口氣 定必會為公義和香港的法治 拘捕了所有犯法的人 喂 你什麼時候去拘捕陶輝啊 連處長也換了啊 什麼時候去拘捕莊定賢啊 什麼時候去拘捕這個 所有的傳媒都是官媒黨媒 只是為政權來拍馬屁 去為他補駕護航啊 這些媒體哪有人看的 拿去敏屎你嫌他臭吧 白癡啊 難怪香港電台在這班建制人士的眼中 就覺得他是反中亂港 那時候你給公帑他去營運 那塊錢就是屬於人民的錢 所以他一定是為民喉舌 不是為官喉舌 他現在做得非常之對 告訴你 他絕對不是一個拍馬屁的機器來的 喂 如果你這班藍絲 建制人士想要一個傳媒機構 是建出來專門為特區政府 補駕護航和拍馬屁的 歡迎你們自己融資搞一檔東西出來 就不是叫香港電台去做 香港電台一定要反映市民的意見 告訴你 而且你鄧炳強有什麼可能 怪責一個傳媒去報道事實的真相 如果不是你那班高級外籍警官 涉嫌干犯了一些惡行 記者怎麼會報得出來 難道他們作文嗎 你不去檢討這班人 不去找他們去問責不特止 還去怪責報道消息的人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就是你眼中的法治嗎 這些就是你眼中的文明 民主 自由 發瘋啊 發瘋啊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